中央电视台 现在首先出场的是山西选手练阵 抓举开把重量130公斤 这个队员应该是第一次见 对 没看着过 因为他这个性很少见 练阵这是2000年8月11号出场的选手 这次呢山西啊拍出了很多年轻选手 参加比赛的比赛 另外我们现在看到这男子89公斤级的比赛呢 是男子十个级别当中 是一个非奥级别 另外呢我们过去呢 这老级别就是85和94 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 今天本场选手呢 绝大部分都是由原来的85公斤级 升到 因为要是从94公斤下来 那要减5公斤的体重 对 非常难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刚才在赛前呢 还探讨这个这次国际举联新制定的这个级别 可以这么说 和原有级别来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谈到这个级别的设置问题 确实是你这个国际举联来讲 你设了10个级别 然后挑出7个作为奥运级别 这个呢 其他三个级别的运动员怎么办 对 应该说从 难道我练一辈子都参加不了奥运会 那我投了什么 对 所以说呢 就会在另外三个非奥级别 可能练的人相互 相互 就是肯定的 理解相互 因为这个说实话 这个奥运金牌跟市井在金牌 在运动员心目当中 这个分量差得相当大 对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作为国际举联呢 这举重的最高的体育组织 他应该的出发点是更好的 对 去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 应该说呢 增加级别 不增加人 这和奥运会送身计划是不矛盾的 对 并不矛盾 可以这么说 通过前面的六个级别比赛的情况来看呢 由于这次呢 是一个全新的级别参赛 运动员的比赛的成绩 可能还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家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么这个新级别呢 的公布呢 是在2018年 在国际举联的 执委会所代表大会通过的 所以据现在的 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运动员呢 还要更好的去适应新级别 主要是他的体重状况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 场上的绝大部分选手 都是原来参加 男子八十多次的选手 如果在这两个月内 想提高 虽然是体重增加了 或者是赛前不降体重 但是成绩的提升 还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本场比赛呢 14位选手当中 抓取预报最高的开把 是来自广东的刘家文 那么刘家文也是原来 男子八十五公斤级的 在全运会上银牌获得者 您提到刘家文 我看看刘家文的体重啊 才八十六点七六 对 跟这个八十九后 这个这个级别的体重 还相差两公斤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来自于男的董事衡 卡着 毕竟是大级别的选手 对 他这个戴有点过了 但是呢 他对杠人的控制能力 远远有高于选手 但是我们可以从成绩上来看呢 确实不是很高 这个目前这个选手138 也就相当于 我们男子过去的 应该说是 五十六公斤级的世界纪录 还是139 对 这个重大级别呢 历来都是我们国家 在世界上相对 较弱的 好 山西选手练阵的第三把 加到138 加油 所以这次比赛呢 由于新级别 国际纪彦又没有公布 新级别的世界纪录 所以我们国家也没有制定 这个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应该说随着世界的变化呢 国际纪彦我想应该是 要公布新级别 这男子时刻级别的 就是制定一个世界标准的 世界纪录 那么我们中国举动协会呢 也会根据国际 举联公布这个世界纪录的情况 来制定我们国家的全国纪录 并不等于说 有的人问 是不是这次运联局处冠军的成绩 就是作为全国纪录 看来是不可能 不能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感觉呢 国际纪彦既然更改了这个级别 他应该是同步 发布这个 或者制定 新的级别的世界纪录 现在是陕西的 曹丰隆的第一次试取 场上的重量是140 四 本次赛是在中国之乎 开场主行的 应该说在赛前那半个小时 怕很多观众都来到现场 才欣赏这个 今天又是周六 所以观众很多 应该说这两天的气候条件 也非常适于运运的比赛 曹凤隆这是95年出生 越南的董事恒第三把 那么从场上的预报的情况来看呢 今天争夺奖牌的主要可能集中在广东的刘家文 河南的张科 张科也是到了这个级别了 对 以及福建的赵永昌这几位选手 因为这个级别暂时不是奥运级别 所以说现在国家队的还没有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所以说就是刚才我们聊了这个话题也真的 你这个对于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就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打击 如果换成我是运动员的话 那么我训练的这种动力恐怕都会就受到大运动员 听说这个发展会非常平衡 因为现在呢很多运动员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情况 他会改变说是我身上 那么等今后再招运动员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直接就去奥运级别 你先在奥运级别上去进行选择 我不够这个身体状况 我可能我就不参加了 另外呢 现在呢因为这个级别刚刚公布 我们还不知道下一节的全运会 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想呢为了推动举重事业的发展 并且我们国家的举重呢 历来应该说是在世界上是一支强队 对我们在全运会上可能就不要分奥运级别和非奥运级别 这样呢可能会更好地推动这个举重 如果全运会再分了这个的话 那我想这三个级别恐怕就没人了 没人没人了真的 对 这次呢还怕呢应该讲对这个团员场上比赛的虚身 可能对规则的认识 有时可能比较 我们叫说要比较严肃 非常严肃 其实呢连比赛玩的都不敢立场 都要看看最后的判决 另外呢 刚才我跟我们的举重专商记者吴普也了解了一下 他这次是这样 今天上午有一个队员的比赛呢 他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为什么被判复 这次要求如果你有胜利弯曲 必须提前赛前出具相关的这个 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 这个证明 你提交 他好像就是没有提交 应该说呢在规则规定 有胜利弯曲是要在赛前向大会的医生去申报 或者是在当地的相当医院去出具胜利弯曲的证明 但是呢规则规定呢是不能屈身 我自己弯 胜利弯曲我始终那么弯的 对他就是弯的 我就是弯的 我没有再伸直 这种情况是不是该判 但是上午有一个队员两码都是这么被判的 后来的这个给的解释就是 你没有提前报 没有提前出具这个证明 所以这个也挺冤的 但是既然这次规定这么制裁 那就严格的按照这个程度来 对 所谓吃一线长一智 这个队员他以后肯定就知道了 但凡比赛的时候 首先要去开局这个证明 对 刚才安徽的陈离世也是原来男子85度的选手 所以这次呢参赛这个级别啊 运动员应该说赛前比较舒服一些 大多数都不用降体重 对 另外呢 昨天晚上的转播当中 有一位山西的运动员 当时咱俩不是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 对呀 比赛结束之后 我去找了一下仲裁 找知名华仲裁了解一下 是他动作没问题 抢零了 他抢零先扔的 就是当这个没有事业 没有事业在办来的时候 好棒啊 然后专门下去问了一下 我说我跟胖子刀 看了半天 他没用了 一点动作没问题 他抢零了 这样举重的竞赛规则规定的运员 从宣布他出场给他是一分钟时间 然后提灵他只要把杠铃提拉 离开举重台就平表 对 那么举起来以后呢 是这样规定的 是运员要和杠铃处在一个相对的进去状态 并且呢杠铃和身体的正面是出一个平面 呃 这个时候呢 场上的三位之才 根据你的情况 才发出你放下的示意 就是没有规定你是多少时间 对 但是呢 你如果是说杠铃 这个不是和身体一个面 另外不是出的一个静止状态 那始终不会给你赢的 对 不会适应你放下 哎呦 扣掉了 并且呢 举起来以后呢 杠铃呢 你只能从身前落下 呃 并且在这规定呢 你还不能用力 就是说衰铃 对 只能是自然放下 呃 这个杠铃的国际标准啊 这个杠铃自然落下 它在台面上的弹跳次数 不能超过三次 对 这是对杠铃的这个橡胶的这种 这是对杠铃的要求 要求 另外呢 那杠铃弹起的高度不能超过四十公分 四十公分 对 这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一个是运动员在一个就是台下的这个裁判 对对 您记得2010年土耳其安台下 对 之前 当时是不是这个杠铃弹起来直接飞下去 把中间裁判桌子都砸烂了 对 当时我特别敬佩着这个裁判 温孙儿没动 我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真是 可是没有反应过来 没反应过来 桌子都给砸烂了 这个带的时候稍微偏后一点 成功 当时会让你百四十五公斤 十一号反击草莫头 第二次住居 五号渡栏收尾准备 应该讲呢 从普遍的规律来看 今天大多数的选手都是从八十五公斤级 进升到八十九的 说赛前呢 可能都不需要降太多的体重 那这也说明他们的体能状况 可以和训练的时候 就要能够保持一致 所以呢成功率应该是高一些的 哎呦这刚才那个陕西的曹凤隆 体重是有八十三点一八 对差了好多呢 是他应该参加八十几 对他降一降就才比八十一 曹凤隆呢在今年的三百年锦标赛场 当时的抓取成绩呢 是一百四十五 当时是第三次实际这个重量 还有这个 看一看多大 还好他转满就已经没有了 应该没有问题 他一直在抖 还是一直在抖 他抖和相对行驶状态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你在支撑的时候 这个 这个轴啊或者是两臂呢 包括他的头 这个不是不影响 这个不影响 真的八十三点一八 应该去参加八十一的比赛 讲一讲 可能啊 考虑到是年轻选手啊 他一个成长的过程 如果现在就降体重多 将来可能你还得要上升 当然我想呢 这次的级别变化 各个省市的教练员可能要根据自己的队员实际情况 通过比赛 我估计可能明年会更做出比较合理的安排 应该说孙伟呢 也是今天 在十四位选手当中 他的希望争夺 有希望争夺奖牌的 他在今年上半年比赛当中呢 抓取成绩是一百五十五 总成绩是三百五十一 或者一枚铜牌 孙伟这体重也不大 八十六点五 对 今天应该说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从八十五公斤晋升到这个 几乎是没有从九十四下来的 因为九十四呢 这选手直接就可以打九十六了 哎对 他就不下来 而且九十六还奥运级别 对 所以这个九十四的选择级别选手到九十六 还是挺挺舒服的 对还过得去的 对这个级别变化还是什么 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讲呢 九十四公斤节历来 都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级别 对 但是现在呢 田涛被迫要进行到九十六 因为他原来是打八十五的 所以说他要增加十一公斤的体重 那么相对来讲 对他来讲 要提高更多的重庆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 他将出场参赛 我们看他这一次呢 将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来看一下陕西选手 曹凤龙的第三把 一百四十八 嗯 他如果举起来的话 他将提高三公斤的比赛成绩 哇嗨 我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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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手的发力啊 我感觉啊 从他第一次到第二次 再次 看到 第二次 他他在 于 Search 东厂 静 她很聰i 跟 FIDE 吆 吆 你 他的 福建的赵永超,150公斤开板 赵永超在2017年的全运会上参加的是85公斤级比赛 获得了一枚铜牌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160公斤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了赵永超也是今天这个级别 奖牌争夺者之一 今天我们感觉裁判今天这些都不是很坏 最近我也经常到国家队去看永年的训练 我也经常给永年鼓进加油 告诉他们当局起来的时候 不要急着扔下来 实际支撑本身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加强支撑的能力 有的人员成习惯 往往就说举起来 我就放下来 实际这对训练不利 贵州的谭彪也是150开板 谭彪对他来讲 我想主要很关键是提高成功率 这次呢 国家体育总组的国家体育总组的相关要求呢 增加了一个冰雪项目的跨界选材 我那天看到谭彪还参加了一个这个跨界选材 这个这次呢 举重主要是在雪车项目上 至少就从80以上的选手将选取参加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选材 这次呢 来了男子选手130多人参与这个选材活动 那么这个雪车呢 在冬季奥运会上将有四个比赛的项目 所以我们很可能在2022年看到举重选手参加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比赛 甚至来说我们也期望他们在冬季奥运会上 实现金牌的争夺威果争光 这个您说到这点可以讲一个 这个奥运史上的典故 在奥运会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 只有一位选手 是既在夏季奥运会当中拿到过金牌 又在冬季奥运会当中拿到过金牌 这是从36年的时候 美国的有这名作记不太清楚 他是拿过夏季奥运会的拳击冠军 然后又获得了冬季奥运会的这个雪橇的冠军 雪车 所以说呢这次呢 整个举塞尔中心和冬季运动观点中心 专门签订了合作协议 共建国家雪车队 当然这个级别呢 除了因为都是大级别选手 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奥运冠军参与这个选手 对 因为雪车他对这个士兵队员的这个体重 总的重量要求是有要求的 对 安徽的陈离世 他也是85公斤选手 他在纪念上半年比赛当中的抓紧成绩呢 是146 好 纪念是150 他把已经提到了4公斤 成功 所以说今天从目前情况来看 队员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不过我想参加这个级别比赛的选手系列 还是很不平衡的 就是说我不是奥运级别了 对 这个 但是我想呢是这样 特别是年轻选手 他的体重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如果是说 呃 练好了成绩提高上来 体重上去 那只有打96公斤 这个级别 对 另外 特别是很多这种00后的选手啊 因为他下再下一届奥运会的话 他不一定是这七个级别 对 现在呢 可能还有变化 对 国际举连现在我们只能说 暂时定的东京奥运会是这七个 是这七个 最近说2024年 是什么样的 可能 到巴黎的时候可能又变化 对 所以说呢 现在呢 面对国际举连这样的变化呢 国家主动队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 要面对现实 这个现实不能改变 第二呢 是精心茅化 就是我要根据你的情况 我要茅化好 我哪些队员 升到奥运级别 哪些不上 怎么去提高成绩 第三呢 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实力 凶手啊 迎接挑战 对 这是最关键的 最后达到的目的是再调回防 就是你变化 我要跟上 就这我们在前面比赛当中也说过 这个乒乓球呢 也是多次反思的变化 无论是大球小球 每次变化其实都是针对中国队来的 对 但是呢 又怎么样 对 但是呢 中国依然是传说不衰 对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既不能面天也不能容忍 只能是面对现实 是孙海波吧 对 孙海波 孙海波也是打了四届还是五届全员会啊 五届 五届全员会 对 并且还都是获得奖牌 沈阳打完之后 当天晚上我在外的失败 碰上他了 我还是打完 不想打了 打不动了 结果去年又打了 对 还仅仅是别的那个爱与男 对 或者一枚银牌 跪 打到位 我看到这基础墙的体重呢 还不错 88.82 这基本接近这个级别的这个体重了 最大的是陈瑞强88.94 我想这样 这个 有些女人 她从85晋升到89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体重的晋升 对 而是要通过训练 把自己的体重长上来 如果说觉得 哎呦 我现在体重差两公斤 或者差几公斤 我放开吃 通过吃 长上的体重 是没有意义的 对 没有意义就是 就是要自然的晋升 对 就是我通过训练 增加的是肌肉 而不是脂肪 就包括 现在 我们在前面说到的 男和 著名选手 陈离军 62公斤 他现在要打67 可能他现在体重 基本上 精进这个体重 但是呢 一般常规来讲 体重员都喜欢是什么呢 就是我打67 我平时的体重在69 或者是70 就是那么那么两三公斤 这样可能增加训练的这个 抗疲劳的能力 对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不是通过训练 长上的体重 这个体重不仅不利于你的长成绩 而且是给负担 就成功了 开拔度量 就有一把 嗯 对 高音量 开到152公斤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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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 海盘 10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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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5号 现在出场湖南选手孙伟 我们前面介绍了孙伟在今年的上半年比赛当中 还获得了铜牌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555 人肉爱稍微有点偏误 成功 孙伟今天挺可惜第一把没起来 对第一把没有起来 等于说没有长成绩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在抓取上应该肯定是没有奖牌获得 不过他的抓取相对也是偏弱一点 现在场上还有三位选手没有出场 他们的开发重量共在160公斤以上 那么他们分别是广东的刘家文 河南的张科和福建的郭志明 我们来看海南选手陈日强第二把 陈日强今天是场上所有运动员当中 体重最大的 88.94 对 他在今年上半年比赛当中呢 抓紧成绩的是150 中国开发西安集团杯2018年全国举重 指标赛全国举重的冠军赛是在我们的 指标之乡开发举行的 那么现在呢开发呢正在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打造国家公园并且呢是在2017年 获得了国家相关部委的验收 开发的国家公园梦正进一步的变为现实 安徽的陈离世 安徽教练王维荣 今天要说陈离世三次十几率成功 成功 陈离世在这些上半年比赛当时的抓紧成绩呢 也是三次十几率成功 他成功呢是146 今天呢是提高了抓紧成绩的抓紧提高了三十七公斤 陈离世呢是在今天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 第一个三次十几三次成功 户备选手朱豪的第三把也是153 干脆啊 干脆 还好 没有问题 是不是刚才看了一头高一头低 这种一头高一头低有时候让人看着特害怕 这种给了一个横端的地 什么原因能再差一点 疑似只能说是疑似 我感觉 左肘有点吗 没有 应该它是个颤抖 颤抖 应该是颤抖 颤抖 而不是屈身 不是屈身 就是颤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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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只能说疑似 我们再可以做一下 疑似 我这次确实是判了严 呃 我们说啊 场上的裁判就是一个法官 对 法官坚持着责任非常重大 你一定要判法准确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当然不是说我们只能说 就是你错误的动作我不能放过 但是你正确的动作我不能冤枉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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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讲呢 举动的怕法还是比较简单 赵勇超这把也给了 这是屈身吗 不是的 我应该讲这不是屈身 它是一个翻转的一个过程 对它是胳膊上的一个转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外财盘 它也是靠肉眼来判别的 我们做出这个判断 也是通过半镜头的规划来看 贵州的谭彪第二把 这个队员呢 下去沃林的时候很有特点 你看到这街成习惯性 有点那个人缘泰山 对 所以我想到在他第一次出场我就讲到贵州选手的成功率 成功率 一直我觉得是困扰他们发挥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缓解和因素 就是重心靠后了 对 这样的话他得连续市局了 连续市局了 我们这三个结束之后就剩下最后的三名运动员了 都是一百六以上的了 对 这是福建的郭志明 郭志明是一百六拍吧 应该说郭志明他相对来讲抓取的技术要好于他的停止 现在呢比赛已经是过了两天半了 已经进行了六个级别的七个级别的比赛了 今天上午还进行了一个 现在是男子是十个级别 今天上午进行了一个男子的八十几 对 他不要在今年的上半年的请教赛上的抓取成绩呢 是一百五十六 他也是在这个第二次市局时要失败 你看了今天的最后一把市局 这把没有上把高度高了 你看又是只有一把 只有一把 确实成功率上不来 这个练得再好的成绩表现不出来啊 对 应该讲呢 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了 特别是大赛 你低于四把甚至低于五把都很难多的冠军的 多的好成绩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 2010年李王院会 当时的吕小军是五把成功 但是就丢了那一把 失去了这把金牌 就是在停举的时候 一百九十七公斤 第一把掉 那把确实不应该 结果 现在回想起来 是啊 万把机会留给了哈斯特达选手的 实际你说五把成功已经很高了 很高了 但是你就这少这一把 你可能就失去了争夺金牌的技术 你看龙胸拳那个那是六把 对啊 那是六把 是啊 那少一把没了 肯定没了 像你说田涛虽然发布了一定的水平 但是只有两把 很难得 独贯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运动员的成功率 我想下一步呢 可能国家队会结合这次比赛的情况 进行认真的总结 加强运动员训练的质量 就我们还又回到了三个大的这个提法 就从来从延到实战出发 就最后呢 你的训练要结合比赛 因为比赛只有给你三把机会 你如果是说这个比赛的成功率低 你就很难发挥自己的机会 也更难去争夺好的名次 对 这个三从一大这口号多少年了 迄今为止说实话 我认为它还是绝不过实 对 因为从难 对 从严 从实战出发 这个三从是永远没有认识的 另外大强度训练 话说话说话没有强度 你就很难有高质量 对 但我们现在讲科学训练 就是我们大强度 大运动量 怎么让它更尽快的恢复 只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再通过训练 而并不等于说 我没有强度 或者小强度 没有强度是绝对不行 对 但是一定就是 我们现在只能加一个全体 就是科学合理的 耶 这个打小强度训练 还好 对 这把可惜 赵宇超在全会上是获得85公斤的铜牌 当时的抓紧球技是160 召集了这么一下 今天抓紧是156 没有成功 他的教练季星远 这是福建的另外一位选手 郭志明 郭志明缺席了今年上半年的锦标赛 但是他在全会上 他在全会上的发表成续是163 是获得了第六位 失败 失败 失去有意乎 我看他有个上下的东西 是坐在这个侧面 看不到他这个左肘的变化 好像是左肘有点问题 好像一个斗袋 确实确实 确实 我看他 因为我不知道是趋势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坐在这个侧面 领先我们对着他的 可能对右肘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点 这个是比较平显的趋势动作 河南的张柯 160 对 这也是今天 可能是有 会争夺奖牌的 张柯呢 在纪念上半年的 警告赛上 当时的抓局就是165 或者第四名 他以往的比赛 个人最好成绩呢 是在17年的全会上 抓起过165 估计 张柯也是一直 他始终是一头肝一头肌 他始终是一头肝一头肌 河南的张柯各有两次市局 目前排在抓局第一位的是 应该是郭志明160 郭志明160没起来 对被派尾失败了 起来了被派尾失败了 然后呢 张柯的161 张柯的16 张柯的160 现在排在第一位 对 实际这个时候的郭志明 可以加油 对 这次不要 是这把手手 上面讲的应该加油 因为这个 不是说 你要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 他的实际能力 因为按照现在 举重竞赛规则的规定 举起相同的重量 随先举下来 随着名字靠前 就是张柯已经举起来 但是他后面还有两把 就是我首先 我这把的市局的重要意义在哪 对 你先帝压住你的160 还在你前头 现在应该讲呢 已经获得一枚奖牌了 对 现在应该说张柯 本郭志明 已经获得 男子89 五分级刷取的奖牌 对 关键要看林家文 跟林家文一起来以后 就是现在的 奖牌的橙色 不同 没有定 但是那天已经获得奖牌了 因为现在场上只剩下三位 选手了 刘家文出场了 刘家文今年在上半年 紧张赛上 当时的抓紧成绩呢 是162公斤 不过他也就 第一把成功了 刘家文的体重也差了不少呢 89.76 差两公斤多呢 当时起来162加到167 两次没有成功 看今天表现 他现在连续试举 那两位一个164一个165 对 在那摆着呢 并且感觉今天的163抓的不是很轻松 对 在那高度欠了不少的 这次应该讲呢 有几位高手啊 这个 杂锅 确实爆了一个冷 包括男子后是7公里级的车军 150公斤的30系级没有成功 可以这么讲 他在训练当中我也经常看 150公斤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做 但是现在他看这次来比赛 又不降总统 这个三次的失职就没有成功 所以感到很可惜 哦 我不看李嘉文加了 是不是 哦 不能加 他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长沙还剩下五把失聚 我们看到现在福建选手郭志明 将第三次失聚的重量加到164 他要看这63的失败成功 这把酸高度比上一把好的一些 但是还是不够啊 还是不够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加一公斤啊 让那个郭志明先举签 就是他现在我不知道他主要的原因 我也猜不出来 在哪 你既然是163加 你平时训练是多少 后场今天准备活动是多少 我们前面一致在介绍 刘嘉文呢 是从85公斤进升到这级 对 你应该讲不存在体重问题 他完全不存在体重问题 体重的不够 他86.76 现在我也讲了 他是目前 不是他家 是郭志明降了 对 郭志明降到163了 对 由164降到163了 对 哦 对这个级别现在 对国家美式国家队的选手 哦 是 你看 好在带上 对 这是福建教练杨威 嗯 评表了 评表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哦 他这个重量没改成功 现在我们看到显示 怎么又显示刘嘉文要上台呢 然后郭志明 又变成了164 现在就是他当时改的时候 是不是在标 规定时间内改了 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 他164改不成功的话 他依然还要举 就是要举164的 那就是说可能是郭志明 这个重量的更改出问题了 对 他这 对 没按照规定时间 规定要求 对 就是没 嗯 这样的话 就就关键要看当时更改的时间 是不是在30秒前 就一分钟的前30秒 对 那就说明这个 就是郭志明那儿没改成功 没改成功 他没改成功 对 结果 刘嘉文现在 又是两分钟连续试举 嗯 郭志明一会儿还得举164 他不能举163了 嗯 郭志明一会儿还得举164 他不能举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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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还很多呢 不用这么着急上来 还有一分三分钟 我想这个时候跟时间没关系 没关系 体能也没关系 就是你准备好了就是要上 不要完全等着时间 是 我想今天对他来讲不是体能的问题 就这个时候我们的两分钟到底怎么用 也是一种战术 我觉得 就不要非要等到呢 就我确实完全准备好 那就要出场 不要错过自己最好的这个记忆状 对 好 郭志明最后一次市集 163 这是他的教练宋嘉文 这事还是要放开大胆的紧坐 带高 没有问题 嗯 那么这样现在 刘家文是排在抓起的第一位 对 看来这个没改成功 有时候是好事 如果改完的话 他先举 当然刘家文的名字 依然是排在他后面 对 那么现在他加了一公斤去举 我感觉呢 就是郭志明 不要受到这次更改重量的影响 另外呢 就是164就拼一下了 我一直在讲 郭志明 以往呢 还是抓举强项 最好曾经抓过167 所以这个重量 我想还是他应该在他的实力范围内 这是福建教练杨威 放开座 放开座 对 这样的话就剩张科最后两把了 对 张科现在第二把要到165 对 他肯定要65了 对 要65 那么现在目前抓举排在第一位的是郭志明 164排在第二位的是刘家文的163 现在要看河南选手的张科 最后两把持续 第二把加到165 我们看以往的比赛 张科的抓举成绩最好 是165 这是在2017年全会上创造的 在纪念上半年的全国举重的锦标赛场 当时的抓举成绩是160 张科如果举起这个重量将获得抓举的金牌 这也是张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获得的冠军 发力的节奏不好 对 郭志明现在是等待着张科的结果 我刚才讲到张科如果举起这个重量 是第一次参加 人生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对 全国冠军 并且也是第一个男子89公斤级抓举的冠军 看看今天到底这个冠军花落谁家 所以对于有些运动员来讲 他可能你看现在张科他坐在这个级别 他非要级别 对 那他可能能得上的最高舞台就是市井赛 对 但是我想呢 这个冠军对他来讲其实意义非常大 对对 但是呢他现在这样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呢 十个级别你都可以派人 一个级别最多可派两个人 我们所以说有些级别 我们可能就不派了 在七大选级别当中要派两个人 将完成他的第三次抓举 向这个重量再次发起挑战 来跟观众给一点掌声 鼓励他助他成功 这几天来到开化呢 各个代表队的教练运动员对开化留下了确实美好的印象 这个开化呢是一个 山清水秀 并且呢 也是生产材业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这几天呢 比赛之余呢 很多运动员都到处走一走 可以看一看 好 现在看看张柯 来看一下张柯的这一把 向着自己人称当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来冲一下 对 应该讲他今天的160 我看第一把举的还是比较轻松 很轻松的 对 这是河南教练王斌 还是发力节奏的 这样的话郭志敏是拿到了这枚抓紧的金牌 好 我们抓紧就到这里 稍后是休息之后来看婷女 好 好 好 牙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2018年全国男子举重冠军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男子89公斤级的停举的比赛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抓紧比赛当中呢 是来自福建的郭志敏 最终164公斤获得的抓紧金牌 对河南的张科啊真是有点可惜 向着自己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冲击 这一下连200165都没有冲起来 应该说获得银牌的刘家文呢 今天表现的163也不是太理想的成绩 下面马上进行的停举的比赛呢 在14位选手当中 现在从预报的情况来看 开发最高的还是来自广东的刘家文 他目前也是国家队的一位选手 刘家文是198 198 我们看山西的恋阵是160 这开篮了38公斤 对 那么河南的张科是199开篮 但是恋阵的这也是场上唯一的一个00后 这是2000年8月11号出生的选手 这个队员啊实际上以他的年龄 这个选手其实他的年龄还可以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组的比赛呢 对 但是确实让他参加这个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的全国锦标赛呢 也是为了力量一下 应该讲呢 马上在国庆节期间 讲在也是我们的浙江海宁举办 对 全国青年的冠军赛 这也是新增的 以前过去青年呢 只有几条赛 对 现在应该讲呢 也是为了给云联更多的锻炼机会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 包括这些有关的中心 增加很多叫U系列的比赛 对 U15U16U18U19等等 而且今年U系列的比赛在上半年的海宁的这个锦标赛 确实办的非常的有特色 比如说他把这个比赛从体育馆挪到了商场里面去 对 这个新闻呢 也上了国际举联的这个官网的新闻 嗯 国际举联赛这个办赛形式非常的有特点 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举重怎么回事 主要是增加举重的影响力 对 另外听说这次的全国青年举重冠军赛呢 也将在分三个地方 对 分三个地方 海宁的三个地方进行 对 这也是一种创新 对 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近距离的了解举重 对 关注举重 因为举重啊 本身这个项目在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限制 那么是这个项目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举重 参与举重 特别是我们现在啊 对我们国家来讲呢 我们一直说举重呢 是一个优势项目 在国际大赛上 征金夺银 对 被国家推出到 对 这个称之为一支铁军队伍 但是我们的后卫人才呢 现在还应该讲呢 是严重的不足 包括我们这次参赛呢 是共有来自全国三十二代表队二百零六位选手 从毛泽东意义上讲是在增加 但是呢 我想呢 这个人数呢 还是有限 如果是能够达到四百人的参赛规模 我们的后面人才可能就会贵达公司 就会使我们这个项目呢 能够在世界上保持长胜不衰 对 现在是北京题材的技术强的第一次失举 场上的重量是一百六十五公斤 他今天的抓取是一百四十五公斤 翻得挺费劲啊 对 上次还不错 对 这个从1984年落车第二个地方 到2014年的领域 中国举重一共是贡献了三十一枚金牌 对 应该说从2000年女子列入奥运会以来 在2000年 04年 08年 12年 16年 连续五届奥运会上 中国举重队都为中国代表团奉献了 每届都是五位金牌 每届五位 并且呢 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举特尔中心也提出了新的目标 要超越以往的比赛成绩 这个难度确实在增加 因为我们少了两名额 对 男子少了两名额 原来十人参赛 六男四女 现在变成四男四女 对 并且呢 这级别的变化以后 对中国应该讲是 不利 不利的因素要大于这个游历 也行 不利的因素要大于这个游历 这个技术要求 像是上述 你叫干净利索 不能有屈身 当然我想这样的判法会对我们今后 教练员在训练当中 怎么要做到严精细实 对 我们又回复到 又回到这个 这个三重一打 就从南从沿 从实战出发 竞赛规则怎么要求 我们就要怎么去训练 第二次时局 165公斤 第一次失败 哎呦 右手 这个有点明显了 三掌红豆 就是从我们这角度能看到他 章鱼一百六十五金 一号基雷红豆 第三次是局 11号产兴行动 五种类 那么其中呢 采判是场上有三位职裁 他们的身后呢 有五位仲裁 按照竞赛规则呢 场上的三位职裁 做出的决定 只有仲裁 并且这五位仲裁是 发出同一个信号 才能更改场上的判法 对 不过局中的采判呢 严格讲呢 既当好当也不好当 主要主要的这个场上容易出现的 这个被判罚的 就是在上宋的功能当中的肘 是否有去身 另外呢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他的肘关节 在翻站的时候 特别是在平举的时候 是否有接触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对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臀部 是否在 特别是有些 蹲距比较低的选手 有可能会 臀部接触到局中台 对 特别是女子选手多一些 对 这叫度降不大 男选手好像这个位置还都比较高 女子选手多一些 比如像日本的这个 三战后美 三战后美就很典型 对 每次你都感觉 他那个臀部就是快接触到局中台了 对 但是呢 其他的应该说 还没有其他 就是容易被判罚的动作 技术动作 常见的基本就这几种 对 曹风龙第一次失举 一百七 他今年在上半年的全国锯标赛上 当时的 平举成绩是一百七十公斤 当时两次加了一七五 没有成功 也是一百七开把 当时 一般下蹲停的选手啊 在重量轻的时候 可能会采取一个半停 因为半停的 对 技术的要求相对 要比下蹲停 要容易一些 对 但是呢 随着重量的增加 往往有的选手 当重量加大的时候 又翻变成了一个下蹲停 对 这样呢 实际 我们也是对这个问题啊 可以探讨 就是我们国家队 有很多选手 也是下蹲停 就是教练员 严格一样讲 你不要 不管轻重 对 你都要下去 对 都下去 要不然他这个动作定型 他不稳定 不好去判断 到底多少动量 你是半停 当你想 哎呦 这个撑不住的时候 又想下去的时候 可能就支撑不住 对 对 对 好 练阵的第三把 一百七 今天的抓紧是一百三十人 有个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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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太在意这个动作也容易犯错 有时候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对 因为你有时候在这个地方 想的过多 投入的心力过多的时候 可能专注比赛 与其他方面的东西就少了 对 就反而更容易犯这个错 对 这跟我们这个 会员主持人有时候就说 哎 这个字不能练错 不能练错 你老想这个事 你可能就真的到那时候就错了 对 这机灵选手刘德坤最后一次试举 这是他的教练 孙海波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这是参加了五届全员会的元老 这选手当两次一百六五公斤没起来的时候 第三把架到一百七 好的 很重 很重 成功 不错 加了五公斤 能拼出来 这样的话 参加结束的比赛 抓一百五三 瓶一百七 总成绩三百二十三公斤 这个举重运动员比赛过程当中伸舌头我有时候看着特担心 怕咬的 好云南的董事恒 一百七十二公斤的开靶 他今天的抓取是一百四十一 没有发到位 刀一百七十二公斤 十四号云南董事层第二季 十一号感激逃步 我们准备 教练指下的鞋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不是鞋的问题 不是鞋的问题 刚才教练指了指他的脚 啊这样的话他连续是举 对 一百七十二 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转过比赛当中呢 不断的给观众朋友们介绍 这是国际举联更改级别以后第一次全国重大的比赛 那么这个国际举联是在今年的七月六号正式通过了新级别的变化 那么现在是男子由原来的八个级别变为了十个级别 那么这十个级别当中呢 将从选定七个级别作为二零二零年东京奥运会的叫奥运级别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八十九公斤级的比赛 那么这个级别就不是奥运级别 那么奥运级别呢 主要是六十一六十七七十三八十一九十六 一百零九和一百零九以上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年都是第一次参加新级别的比赛 并且呢这个八十九这个级别啊 我们通过实际情况来看呢 绝大部分选手都是由原来的八十五公斤级呢 进升到了这个级别的比赛 好我们来看一下董事恒的第二把 刚刚第一把这个带铃带的不够高啊 接不住 对 OK OK 怎么这时候就给灵呢 我刚刚是有趋岸 他前面有趋岸了 已经有趋岸了 所以就给灵 他送上去之后,左轴先有了一个取身,然后又松了,然后又往前抢。 我现在看到他的教练袁涛呢,是不是要更改一下他的第三次施举的重量? 改的话,只能175了,只能175了。 对。我们英联在比赛当中呢,有更改,两次更改重量的机会。 实际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更改呢,还是很必要的。 他不是第二把施举,因为这个第三把连续的施举啊,确实英联特别是挺久,体能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呢,我想这个开拔重量往往不是英联的最高水平。 对。所以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让他第一,想好气数,第二,一个体能上的衣服。 他能缓一,就能缓一把啊。 哦,有的时候就这一把,可能就会起到一定会。 也就能缓曹蓬龙这一把,对。 因为别人的重量已经都到180了。 对,就能缓这一把。 曹蓬龙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当时的平址成绩呢是170。 今天呢,当时也是第二把架的175两次没有成功。 我们看这一次的事情。 我们在这,有点计划着。 看起来。 我们在这 点栋梯变成绩。 看起来。 我可以继续出。 我可以继续出。 我们在这 点栋梯变成绩。 我可以继续出。 我可以继续出现细胞。 我不能 кру 。 我想见了。 这有点可惜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在比赛当中 因为这次没有记录 上半年比赛的级别和这次又不一样 只能我们提供一些数据是作为参考 与变运观众的欣赏 比如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曹凤隆 我说了在上半年比赛 他是参加男子85的 那么现在是89 第一不降体重 第二呢 上半年的比赛是170开 这次比赛依然是170开 第二次也是加到175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半年来是没有提高成绩的 对 所以说呢 特别是像曹凤隆 这都属于年轻选手了 他的体重也完全不存在问题 他83.18 所以说他不需要降体重 就是正常你平时练成什么样 你到这来就应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了 严格一样讲 你上半年比赛的成绩 到下半年有所提升 对对对 包括今年的比赛和明年的比赛 都要发生变化的 当然 你看到时候这最后一把 只会拔了 全向上 对对 早这样做不是完事了吗 对 加了三公斤 把这点劲给逼回来 对 所以就是要喊一点 对 所以我们的教理员呢 在训练当中呢 因为我们什么叫竞技局呢 就是不断地向自己的身体的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去挑战 对 我看到这很多选手到下半年冠军赛 有的不仅没有提高成绩还下降了 为什么要讲呢 今年你上半年比赛是85到下半年是89 进不降体重 我记得有一年转播的时候 跟你也聊过这个话题 我忘了当时是哪个运动员了 我说感觉这六七年了 就这样 持续保持 非常稳定 对 名词也很稳定 成绩也很稳定 实际呢 我认为这就不是太正常 对 你老是不是第六到第八之间 对 就是六七八六七八 老是这个名词 成绩就没成绩 连这六七年都这样 这是什么情况 是 就是我们的教理员 要在训练当中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钻研 我们的训练的功力 我们怎么样 在每次比赛当中都有所提升 为什么我们在比赛当中啊 往往拿过去的成绩后 做比较 这次 是否有提升 我想呢 对他个人来讲 提升成绩 这是第一首要任务 第二去挣过好的名次 那么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训练水平 曹风龙这175也是 两把 这第三把 干脆就没有翻起来 货位的朱豪 180的开板 朱豪抓取 今天是抓起了153 对 因为举重呢 可以用重量来做标志 而不像有些项目 比如像 冰棒球啊 跳水啊 游泳 游泳有成绩 但其他的 他没有成绩做标志 可能还没有输 这个成绩 它是用重量来表示的 对 好的 但是呢 我往往不能说拿今年 跟锦标赛 和17年全运会成绩 这个也没法比 因为大家可能准备的程度 不一样 所以全运会呢 往往是我们四年内全国的最高水平的成绩 因为各个省市呢 对全运会的重视程度和备战的情况不一样 对 所以成绩高 往往是全运会的结束的这第二年呢 成绩会略有所下降 对 基本上全运会第二年这个成绩都是比较低的 对 大家处于一个调整期 另外这和世界上奥运会的第二年的 实际赛的成绩要低于奥运会的成绩 这也是正常 正常 好 这是海南的陈日强 他今年获得了抓紧的第四名 是155 今天他是唯一的在抓紧比赛当 两个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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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成绩之一 哎呦双脚 我还在想 一把这种情况真是不多 这个时候是不是今年可能关注啊 我要升职 我往往这个关注度不再怎么完全发力向上送 而且关注到我的肘不能弯曲了 不能趋身 正常想起上大球和军训我们班有一个就是这个顺拐 他越想到了最后阅兵那天 教官也提醒了 你你千万就你的问题啊 你今天坚决不能顺拐啊 你今天 一会我们阅兵呢 你可不能顺拐 他自己也提醒自己 不能顺拐 不能顺拐 一旗步 一二顺了 我以往的比赛确实我们看这个趋身动作特别尤其是这个开把的重量 还不多 因为他这个重量确实不几 这是刘家文 刘家文 刘家文今天停举是198开 对 现在我们看这个是做到了140 140 对 今天的抓局呢发挥不太理想 只成功了最后一把163 那么这下文呢 以往呢个人最好的停举达到过205 205 这个成绩是在2017年锦票赛上创造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海南选手陈志强第二次市局 陈志强在今年的锦票赛上当时的停举成绩呢是171 松起来 对 有了 那么对陈志强来讲就提高成绩了 上半年171 今天呢是180开 成功了 总成绩现在是335公斤 目前是战列总成绩的第一位 陈志强在纪念上半年锦票赛总成绩是321 所以已经提高了 10公斤 14公斤 154 应该说前面我们讲到赵宏超今天 应该说对奖牌也是有利争夺者 他在全议会上当时的停举成绩是204公斤 总成绩364 获得了一位同海 成功 到185公斤 4号5位 中逃第二次是10号海南陈志强 那么从现在场上情况来看呢 停举只能到195公斤以上 可能采取争夺总成绩和停举的奖牌 对 现在有三位选 四位选手的开发重量在195公斤以上 他们分别是湖南的孙伟 广东的刘家文 还有福建的郭志敏 另外还有是河南的张科 好 我们来看朱豪的第二把185公斤 朱豪今天也是抓取三把成功 对 第一把也成了 这是第五把了 有点吃力啊 遮住了 吃力啊 好的 哎呦 收腿受不上来了 收不上来了 确实是 這就是送的高度稍微差一點點 中心降得太低 對 再往會收腿 真的壓著收不回來 對 他為什麼高度不夠呢 他就只能降低中心 那就是送的高度不夠的時候 他只能是 當然是高度不夠的時候 你在收腿的時候 他就增加你的難度了 哎 你看你看這個 他不斷地下中心 對 陳人強 對三把也是185 對 對他來講呢 如果是舉起這重量 比上半年的平均成績 將提高15公斤 今天他是憑藉著155公斤的成績 獲得了一枚抓舉的 就是獲得抓舉的第四名 起跳上來 這是海南教練 羅宗楠 走 發了 發了 我還不一樣 就是 我感覺他這次的成績 好像舉的欲望 不是那麼強烈的感覺 但是不知道他訓練水平 包括對這個185的重量 是什麼感覺 這樣呢 他今天的整個的成功率 只有三把 抓舉兩把 停舉一把 祝豪的最後一把 對 祝豪呢 也是看他翻讚 翻讚的 這個 這個 要是輕鬆的話 會對他後面的上挺 節省 對得起 所以說呢 翻讚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我們在介紹 挺舉呢 是分兩個部分完成的 首先是 翻鈴 站起來 這個放在胸前 然後 第二個動作是上順 這個動作是 站起來 這是第一個環節 魚條 很好 高度 全線是平低的 對 所以說 為什麼說 抓舉的重量 要低於 常委代表 要低於 停舉 二十到三十度 因為 抓舉是一次性 完成 停舉是分兩個階段 去完成這個重量 這個高度也不夠 彎的也偏錢 好來看一下 貴州選手 彈彪 186的開靶 看今天在抓舉比賽當中呢 只是完成了 再開判的 subtract150公斤 開靶 開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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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的 八十九公斤级的比赛 这也是国际举连更改级别以后的首次举办的全国重要的比赛 所以我们所有的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级别的比赛 通过场上情况也都是原来的八十五公斤选手偏多 现在是安徽成立市 第一次十七 对一百八十七 看这个选手呢 上半年比赛是一百八拍吧 最后成绩呢是一百八 今天是一百八十七 看吧 这就说明了这个下训 至少说是提高成绩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般锦标赛呢都是结束了东逊以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内赛事 而到了冠军赛呢 也是在下训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内赛事 应该目前从全国这个情况来举重呢 两次重要赛事是锦标赛和冠军赛 当然随着这个举重的发展呢 国家举举举举运动管理中心也是包括中国举重协会 在不断的增加举重运联的赛事参加比赛的机会 因为这两个赛事远远还是不够的 对 这一年就这么两个比赛的话 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讲 他这个参赛机会太少 对 历练的机会也少 对 现在出场的是湖南选手孙伟 孙伟应该说这个选手呢 他的停举是他的强项 但今天他的抓举呢 是一百五十二 以往比赛当中呢 孙伟的个人最好停举成绩达到过二百零五 这是在二零一七年比赛当中创造 哎哟 怎么在自己的强项上第一次失局就失败 他在今年呢 上半年成功锦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一百九十六 获得第三名 总成绩是三百五十一 也是第三名获得这 送的高度不够 对 而且刚才这个动作 他也是个半停 看来看福建的郭志明 一百九十公斤 这也是今天抓紧金牌获得这 来 郭志明就是有九十四公斤下来的选手 对他是九十四的 对 94下到八十九 软 对 郭志明呢 他要降体重的 他多降五公斤 应该说本场比赛 绝大部分选手都是 从八十五公斤升上来 说从九十四公斤下来的 可能我们目前了解的就是郭志明 所以今天这个开发重量是不是有点偏高了呢 张科也是一百九开 张科是今天是一百六 或者抓紧金牌获得抓紧金牌 但是呢 苏川遗憾在冲击一百六十五次的时候 两次失败 两把没起来 对 你绝对白天哎 压住我压住我 压住我压住我 加油 压住我 好 好 hour 啊 成功 高热线190公斤5号 湖南峰围第二次市区9号 福建郭志明准备 这样的话总成绩现在是350了 暂列第一位 关键现在郭志明的第一把看来翻载还是很吃力的很吃力刚才对 不过中间还应该有孙伟呢 对 孙伟先生 我们观众可以看到 不用收腿 他这个半挺不用收腿 对 9号 福建郭志明第二次市区2号 福建郭志明准备 但是要分腿停的时候你必要收腿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平面 看郭志明的第二把市区 本次比赛有很多选手在抓局当中取得成绩的时候 但是呢 平局失利了 包括我们福建选手黄美豪 抓局是抓到了156号的冠军 但是平局107开把三次市区没有成功 哦 比上一把好一点 冲稳 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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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一档红灯 现在我们看到湖南选手将第三把市区重量加到200 就是加了10公斤 哦 孙伟也是 190直接上到200了 对 所以 这么看 右轴好像是双双有一点点 现在场上的选手呢 最 都 还有191 四个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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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郭志明改到195了 对 还有三个191现在 对 这个191可能也在不断的变化 因为这个停举的这个战术安排 他不仅要考虑停举的名次 更重要他还要考虑个总成绩 所以这个停举当中呢 这个战术变化比抓局更丰富一些 我们前面介绍郑昌超也是去年全会的第三名活动者 当中的停举成绩达到214 这样他现在目前总成绩是三四 排在第三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354 是郭志明 我们看到总裁又将场上的职财呢 嗯 交过去 对 刚才这次找到 看法我们看一下 金总裁合理 二号福建赵勇超第二次失举 失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确实是有的 嗯 等于是哪一方面呢 好像是屈身有一点点 哪一轴 这个不能叫好像 但我们不是裁判 对 而且五位仲裁一致这么看的话 刚才场上是三个白灯吧 三个白灯 帮回的陈丽世 最后一把十几 191 赵勇超这个191 改判为失败之后 他没搭理 他直接要193去了 对 因为确实这种情况不是说我没举起来 对 我就当拿他当成功使 陈丽世上半年锦标赛当时的情绪成绩是180 现在是191 夹着 就行 四号 没问题 暂时 成功 高力量量量到192公斤 7号 刘佳文 第一次是决定 6号 对方谈标准备 刘佳文也降了 将原来自己开把重来198 改成192 对 这个先有一个总成绩是对的 198有点太高了 应该说也不是高 198举完加多少 第二把加多少 第三把加多少 就是你加这个重量到底能不能起来 这个很关键 我不要用这个198 我后面我就举两把完成任务 这不行 对 比如说你现在这把起来以后 我可以直接也可以加到198 因为他以往比赛个人最好成绩呢 是205 所以198怎么加两次成绩 这么看啊 改了920对的 对 成功 这把起来并不是说有多不起话 对 198开的话 怎么还真悬啊 前面介绍我们刘佳文呢 是目前在国家底训练 原来也是85公斤级的银牌获得者 就当时仅次于田涛 嗯 但是现在呢参加89了 这个级别是非奥级别 可能对这个选手啊 至少目前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 就是兴奋度不够 对 能比赛当中能看出来 对 兴奋度不够 但是 嗯 但是对他来讲很遗憾 如果回到81呢 可能要降更多的体重 要升到96呢 要降 不管是长体重问题 不管是能不能长到那个长级 对 对 这他比较的第二次世纪 就是谭标的第二次世纪 就是谭标的第二次世纪 好 哎 喂 嗯 我根本有啊 是吧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奎冬选手第八还挺轻松的 但加到这样就是比赛当中呢这个成功率啊一直不高 是怎么 就这种情况我看第三把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费劲啊这是 等于谭彪是不是还得连续试举啊就是 他要连续试举啊 他家里公职这样的话要郭志敏先出来了 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一位的是刘家文355 那么刘家文个人最好的成绩呢是 300 360 370 刘家文个人最好的总成绩是370 然后 哎 加油啊 别打 莫志敏今天是金抓紧的金牌获得者是164 如果这把起来的话将达到357 确实在到游戏 或者是 μέ者 央志敏 比赛 金牌获得者是赛 军牌的情况 不知道 一些 目前是战略第二 现在对于他这个第二的构成威胁的一个是河南的张科 另外我们再看看其他选手的总成绩是否能够突破354 应该说现在郭志明保一块奖牌还是有希望的 现在一个是林嘉文本身就比他高350米还在第一位 现在快点看张科张科的第二把构成196 如果起来的话总成为356 这是福建教练机型员 191没起来 他加两公斤 他不是没起来 他还没失败的 这把还给了一个 主要是怕纵柴给招回去 这么看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我呢很欣赏就是场上运动员的这种表现 对 大气 那么现在他总成绩排在第四 三百四十七 我们看看 谭标 谭标应该超不了他 超不了 谭标的听抓紧成绩是150 他154 差四个一千 他还真有了 成功 这样的话他现在是总成绩三四三 还是六六 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张柯的这把195了 如果起来就张柯翻到第二个吗 对 另外看看孙伟加到200 总成绩起来的话是352 352将排在 第四 第三 目前还第三 350是第三吗 现在 但是张柯看 195起来的话 总成绩将打到355 所以现在呢 总成绩应该说 刘嘉文还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355 张柯这把起来355呢 他是可以翻到第二位去 对 排在第二 他先把郭志敏的这个354压住 对 张柯呢 以往的个人比赛最好的停举成绩是在2016年195 在17年全运会上当时是199 我们看一下去年的锦标赛上 今年的锦标赛上 今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张柯的成绩是187 没有送上去 失败 张柯在今年上半年比赛当中是187 今年195如果举起来的话 比上半年比赛提高了8公斤的成绩 我们看看陈离市如果举起195的话 总成绩是348 排第四去 他可以翻到第四 现在是第七 上半年的停举成绩是180 现在是加到了195 如果起来的话提高了15公斤的停举成绩 对 全场还剩最后的五把吧 对 每一把都是极具针对性 对 他的这把就是要从第七变到第四 对 好 有了 提高了六把成功啊 陈离市现在六把成功 六把成功 这样的话总统计348 排到第四位了 这个我们昨天的转播当中给大家讲过 可能这些选手他拿不到牌 拿不到冠军 但是第四跟第七可是不一样的 等级平定方便便影响非常大的 另外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比赛 是否能够提高成绩 对 这是我想作为教理员的一个出发点 刘家文第二把要到了196 现在目前他是停歇着355的成绩 还在暂列第一位 我们看一下以往比赛 刘家文个人最好的停举成绩 是2017年锦标赛上 当时是205 今天上半年锦标赛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95 今天举起这个重量 提高比赛成绩1公斤 收紧了 成功 255 好想应该讲 已经确保了金牌的位置 对 其他选手的最后一把 我们看购物生威胁对他 对 孙伟架到200起来的话 总成绩也只有352 张科技师这把起来的话 也只有361 孙伟就是拼这个 356 对 拼一个这个停举金牌 对 停举的奖牌和金牌 那么张科这把起来的话 总成绩是356 356 356主要是赢了 还是就要超郭志明的那个354 对 郭志明的354 风打开 牙子牙子 牙子牙子 牙子 还是高度不够 师太 这样呢他是战略第三 主要是看湖南的孙伟 孙伟现在最后一把要到200 如果起来他是352 对 他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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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来的话他稳获这个总成绩的铜牌 对 并且呢也是至少稳 哦他现在加了一公斤 对了他351就够用了 他把三个对351就够用了 对他不要加到350 那就是最后的比赛真是要做到极仅计较 没错 我能够取得名次我不多举一公斤 他这样就要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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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兰教练 虎长林 他是一个半挺 不收腿的选手 哎 这把上 指的还真不错 对 他们上一把轻松 就让他把张科挤到第四去了 对 现在应该说总成绩的前三名已经出来了 对 广东的刘家文 刘家文已经是稳获总成绩的冠军 现在还剩下他最后一把 获得总成绩银牌的是福建的郭志敏 获得铜牌的是刚刚结束了这把的孙伟 湖南的孙伟 那么现在目前排在亭局第一位的是湖南的孙伟 对 孙伟的199目前排在第一 至少确保力没停止银牌 对 现在全场就剩最后一把 刘家文的200公斤 总成绩的金牌已经到手了 这把起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停止银牌拿下 总成绩的金牌 对 今天是抓紧的银牌 来 加油 安徽的陈黎师应该是已经获得一名平局的 银牌 对 哎呀 没有 失败 停止银牌结束 稍后一把 他最终还是以359公斤的总成绩 获得了这个总成绩的冠军 获得停止银牌是孙伟 孙伟 好 观传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不用 梁umental 只有一个摇摇 的 继续 新 dois 如果你 LINDA 你随 actor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